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衣裳啊 为了纪念咱俩在一起 对 这是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电视台 这件衣裳已经十几年了 哦 十几年前 这是零 大概零七零八的样子北京电视台 没错 我们搞综艺节目的时候 对 统一做了一批服装 来 放小片 约伯的相片我是经常看 哦 而且我知道他还会说书 也有所设立 书说的也不错 您夸奖了 我觉得他其实年龄不大 大 但是他这个感觉啊 学识渊博 没错 没怎么学书 一专多脑 不敢当 全才的演员 渊博呀 啊 关老师 你有时间到我的工作室去 好 干嘛 哎呀 我给你 辅导辅导 好 各位 您听出这意思来了吧 这不是捧我呢 这是借着我捧他自个儿呢 我又学识渊博吧 又一专多能吧 完了他给我辅导辅导 那意思就是他比我还强呗 哦 还真穿 你这一分是不是上镜也太平凡了呀 那你就不是相声了 那不是他是为了跟我的 不不不 我们俩一块单独没说过 一段都没说过 这个我得从头说 提起这个呢 就要掉眼泪了 从头说 就要掉眼泪了 不要哭 不要哭 就要眼泪了 因为我跟关灵啊 我们是青梅竹马呀 两小无猜 哭啥呀 虽然后来都各自成立了家庭 也有了孩子 但是还是 眷恋之心呢 还是 这个一直 你这么说我可信了 深深地埋在心里 你知道吗 你这么长时间 你倒是结婚了没有啊 结婚了 也有孩子 他也结婚也有孩子 而且人有俩孩子了都 你就说一直 你想喜欢 你一直喜欢关灵 没好意思表达 不是 也表达过 就是没成功俩人的 你知道吗 表达过 你表达过 那就算没表达 要不那些 记得歌听完了 那什么 关键是你 你怎么表达的呀 你真表达的话 没有 你听他的 你能听这 刚才说项上 那都写着项上 关灵 王月波 这都不承认 你早说的 你还能信 然后这个 他小时候是同性 你知道吧 我们认识很早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父亲必跟着他 他走到哪 他父亲都跟着他 他父亲 见到所有人 包括见我们的小孩 都是 我们一叫 关叔 你好 都这样 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老乐的 我就没看他父亲 招过急 后来呢 这我们大了 就参加节目 就多了 那就很多了 就说到 在他们家门口 干嘛去了呢 就又说到咱那节目 我参加您这节目 有一个特殊的标准 您还记得吗 我必带一把扇子 扇子 我想提醒他 描福老师 那期我带了一把描福写的 这个 这谁呢 这个 曾睿老师那期 我带了一把曾睿老师的 怪不得你那天问我 他这期呢 不是为这期节目 是他祖母 就是奶奶 奶奶九十多岁了 老太太画的画很好 我知道 我怎么知道老太太会画画呢 就是在机关枪办满月的时候 老太太展示的画 当时我们给老人家敬酒 我表示祝福 我就说奶奶 您什么时候给我画一张啊 好好好 老太太当时就这么一说 但是呢 由于八九十岁的人 咱不好老麻烦老人家 后来他跟我说 你甭管了 我让奶奶给你画一个 我说那你给我画个扇面吧 他说你有扇面 我说有啊 我说这样你给我画 他也小时候学过画 我说你给我画一个 让奶奶给我画一个 某一天呢 我就跟他约好了 我就把这个 我说我给你送扇面去嘛 就约在他们家楼底下 这就说观铃第二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在很好的家庭 熏陶的环境成长起来 很规矩 这么多年我认识观铃 特别规矩 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从小就没有明星家 我在他们家楼底下 这个小吃布见的他 小吃布 他干嘛呢 他正带着机关枪写作乐呢 我们家楼上装修 对 色炒 我去的时候这一幕我就正看 就跟一个普通的母亲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明星的架子 他要了一杯饮料 给孩子要了一点点心 那孩子那写 他在旁边给指导 就这么一个画面 镜头 然后我去了 他让孩子 你自己先写一会儿 我跟你王大大说说话 我就把那扇面给的 我们俩还合了一张影 我们俩还拿着空扇面照了一张相片 然后等咱俩人这个 我跟你画好了 奶奶画好了 咱俩再拿着这个成品再照一张 然后别发 两张图一块发 我说好 我就这么定好了 他就拿走了 然后有一天我们俩互相表示 这个问号通过微信 这个奶奶给你画完了 在我手里呢 在我手里呢 奶天我给你 突然间有一天 奶奶走了 奶奶九十多岁走了 这个当然 作为他们家属来说 可能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但是我就很难受 你看就是 奶奶给我画的这扇面啊 我没来得及感谢老人家 根本就 我还跟他说 我就特别感觉到难受 真的 奶奶这个是 我奶奶呀 是这个之前就是每天画画 就是九十三岁 一直每天画画 比更不错 这个是中秋节的时候 你看还能写字呢 就突然间这个 就这个开始发烧 所以就是说特别遗憾 就是从这个发烧啊 到走就很快 然后我那天跟月波说 我说呢 那个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也是月波给我们这么一个 纪念的一个意义 就当时请奶奶画了这么一幅 请奶奶画这一幅呢 我爸就给取来了 对 我这一幅呢 我自己找着了 我正好就给搁车里 你说巧不巧 我跟他说 我后来 我跟他说 我说我俩不定哪天 我说你就放到车里 怎么着 人家俩碰上 碰着 你就给我 然后 我好像是搁车里 您通知我参加今儿这节目呢 我就给他发了一微信 我说你那找都没有 你这两天我上你那拿去 我就想要这样他拿到手呢 今儿我就能拿来了 对 想提醒他 结果他跟我说 我就不能跟他说 我参加这节目啊 对 他跟我说 我是在车里呢 还是在哪 没找着 在我爸那呢 他说我当时没找着 他说我找着这两天 我就给你拿去 结果就没拿到 没想到 他可能是在车里 带着这儿来了 对 所以说 真是太巧了 太好了 所以我呢 借您这栏目呢 今天得谢您俩人 第一呢 给我们俩创造一个 这个见面的机会 这个 从那个 在他们家楼底下 约会完那回呢 一直就在没约会过 这谁呢 这个 得谢谢奶奶 虽然奶奶已经走了 我得在这 借您这栏目 必须得谢谢奶奶 这老人家 给我画了一个上面 应该算他 最后的作品了吧 我都没来得及感谢 真是没来得及感谢 岳伯一直说 要请客 要最请 有特色的 对 我还想问他 奶奶想吃点什么 因为老人嘛 咱们 避免带着老人哪都去 其实那个老人 我见过无数回 他的活动 老人都参加 身体特别好 奶奶应该对你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吧 对 我爷爷奶奶都非常的喜欢 写字和画画 然后所以我觉得 对我那个影响就比较大 他的家庭整个对他 他特别规矩 这是我小时候 对 就是 我小时候是学那个 工笔花鸟 但我觉得我小时候 可能是 那个比较活泼 就是工笔花鸟 不特戏吗 可能有点坐不住 现在大了以后 就觉得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 修身养性 而且就是 每天 其实我们都很 就是 就是节奏太快 你包括现在 玩一些短视频 其实是让你 那个节奏非常快 心情是非常焦躁的 有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静下心来 就是画画中国画 静心 对 还有我就刚开始学油画 我觉得也特别好 那个 他小时候一点 那个童星的架子都没有 不是 我一直还纠结前面那事呢 就到底 你们小的时候 是啥关系啊 这是 小时候是 纯洁的男女关系 小时候是 纯洁的明星 跟粉丝的关系 哦 是吗 就他火的时候 虽然我已经从意了 但是 遥不可及呢 他走的哪儿是同性 就我们俩人是参加 稍微活动都能碰上 不是 我就想 你到底表达了吗 后来 没有 你还真发过 没有 他就那么一说 你还真信 对对对 就是后来合作多了 每个月都在一块录像 拍小品 而且那个小品 是现在想啊 很难 那叫什么 爆村 没有导演 就自己几个人在那研究 就几个演员 然后有携手拉个本子 就你们创作成什么样 就什么样了 导演也来不及给说 就临时爆村就上 那小品 还挺好吧 好 有一回演 太可乐了 我演一个男演员的母亲 英宁演她的母亲 搞对象 搞对象 我跟英宁呢 演俩老太太 给这俩人说亲 英宁是女方的母亲 我是男方的母亲 这男演员在我这边站着 关琳在英宁那边站着 我们俩就坐在这儿聊 坐什么呢 坐俩小马宅 坐俩小马宅 当时我现在各位看啊 我210斤 当时我将近270斤 是我最胖的时候 这做戏呢 就很投入 我们俩人就为了 儿女之事啊 俩人吵起来 她夸她的女儿 我夸我的儿子 然后俩人争执起来了 正在表 带观众 可是您可听明白了啊 带观众 就听着哗叉一声 这马甩就叹了 作为大屁股蹲 我整个一个 养不脚的大屁股蹲 大家以为是设计好 以为设计好 这包不最 而且最后就这么播出了 就播出我这大屁股蹲 一下我就躺在地上了 还真把我摔着了 这就猝不及防 我柔缴起来 但是在戏里 我还得做戏 哎呦 你们这椅子也不结实 把我摔着了 我再也不上你们家来了 我还跟她说话呢 我还跟英宁说话 再也不上你们家来 来走 我就假装还做戏呢 可我一起来 我发现这三个演员 都已经趴下了 乐趴下了 英宁和观众 蹲那边乐 那演员蹲那边乐 就我一样 我还做戏呢 她演不下去了 观众也乐 摄像导演都 那没法演了 结果这小品结束了 就拿着当底了 当底了 挺好 你这也太瘦 太瘦 能给你把凳子做坏 也可以 小马达 一直没想出一底 来最后她的 对 我觉得这几十年 就挺好 就像刚才那个播的 那个 那像是咱们后来 这几年的一个作品 就好多我们拿到本子以后 也是有自己很多的 一些想法加进去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 就是一些想表达的 或者是想的一些包袱 揉进去 但是这回啊 这视频我给我 那什么了 又启发了 我前来的统计了一下 都谁跟我一块 说过相声 跟我合作过相声的人 我自己在家拉了一单子 我还真没有您 我再把您给补上 你瞅着 确实证明我们俩 说过相声 我一直认为 我们俩没说过相声 真说过 这个说过 我们俩合作过 特别多的作品 在你心里 人家就是一美女 美女 美女 确实是 怎么能说相声呢 你小时候 对王爷波有什么印象呀 小时候也不小了 她多会儿开始掉头发的 我说一直这头行 原先有头发 就是中间没有 不是原来是真剔的 现在就是 月波这头发呢 是中间是露 两边是树 对 你记得了吗 对 对 你多大开始就发现 头发少了 我认识她就这样 对 对 而且我跟你说吧 就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人 像我和月波这样的 就是经得起岁月的推敲 咱俩这个 大会让他们调那个 就是零几年的视频 我跟你说 我俩不是 变特大模样 对 王爷波 嗯 快来 嗯 伸手 就这么罚 就这么罚 那我还是不明白 还不明白 要是因为我这脑子笨 学不会 那怎么罚 哦 学生脑子笨没学会呀 那就得罚你了 罚我 那我还是不明白 怎么罚 你怎么罚 反正你还不明白 王爷波 啊 伸手 就这么罚 哦 就这么罚了 那我还是不明白 我明白了 我们的胶原蛋白都还在 他是因为 他基本上就没变 少年老成 他那甲圆圆为什么演得那么成功啊 他小时候就小时候老脸 就让他看他说大人话 老脸 不是 他小时候就是 就说大人话 所以他到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呢 没什么变化 我是这个 由于这头发呢 特别小的人就这么碎了腿的 我一直 原来我一直以为 对啊 我一直管他叫岳波哥 后来我一天 结果一直到我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我还这样 所以这个没头发呢 我估计他五十六十也还这样 不嫌老 你是胶炎蛋白 他那脸上是胶炎 胶炎 但是没头发就是显得老一点 有头发就小年轻 你看这像年轻古兮的老人吗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喝影喝影 三二一